看到了嗎 直接插爆了 為什麼這個馬桶或是臉門的破片 這麼厲害 來自於它非常的堅硬 你就想它是比一把刀的穿刺力還要強 刀子是一片薄薄的 刺進去它可能 maybe它會彎掉會彎折 可是磁器不會喔 我們待會也是要用一些就是比較 你要說是很科學 生活化也沒有到非常的科學 但是我們現在用生活化 大家能夠理解的方式 去看看這個東西到底危險性在哪裡 我們今天真的搞了一隻偷頭喔 你看看 好 偷頭 為什麼要跳偷頭 我跟你講因為偷頭的東西真的質地非常的堅硬 聽聲音就知道 注意聽 聽到了嗎 有的聽到聲音是POPOPO 那個就知道很不紮實 你看它的聲音 多清脆 你會不會這樣一講 然後人家去挑臉噴的時候 全部都拿鐵椎去 那絕對不行喔 你可能敲下去就買了 對不對 或是人家就把你請出去 那我們今天就來把它打爆 當然安全防護措施不能少 不然這個真的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還不會破 看到了嗎 你看 看到了嗎 非常的堅硬喔 注意看這是地板 完好逐出喔 接下來呢 我們就透過一些實驗 來測試給大家看 OK 好 濃縮再濃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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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速度非常快 水泥叫它乾它就乾 不然等一下做的實驗 是誰要抓在下面扶啊 不要鬧 對不對 太危險太實際 那在以後我用腳拍水電給大家 那今天做這個東西 師傅要模擬什麼有趣的東西呢 馬桶的大部分離地的高度 我們抓40公分就好 那我們就知道 衛年等於U U等於MGH 待會我們就可以做一個簡單計算 倘若今天它就是一個破片的馬桶 當你不當的使用或錯誤的使用 一斷掉以後 下半部還黏著水泥的時候 當這個重量往下掉下來的時候 我們來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在那個開始之前呢 我們還是要向廣大的農民 抱歉 我知道這都是你們辛苦栽種的東西 但我們也無意要真的是要去抱險天護 我們是希望藉由這樣子的 小惡的行為 然後讓大家知道 這樣子是很危險的 OK 那我們就來測試一下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這什麼 這插成這樣子 它真的插很深耶 而且大家要注意這個 這個這麼輕的東西 表皮是可以很輕易的穿刺的 而且其中 其中 這個面還不是很利的那一面喔 這是瓷蓋的另外一個面 這只有一個面是煎的喔 很銳利的喔 待會我們就來換第二號選手 看一下看一下 MAYA MAYA 哇這個 哇給大家看給鏡頭看一下 哇賽 直接貫穿直接插到頂了好不好 直接插到頂了 來師父我們開始舔吧 OMG 為了致敬我們的農民 沒有啦這個最主要還是要讓你明白 這真的是很可怕 有力度有速度 等著被超渡 很可怕 這個東西夠硬啦 那我們也來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東西這麼硬 究竟是 這個受傷還是那個受傷 我們看一下就知道 我心都在痛 真的 我等一下馬上去買一杯椰子汁來壓一壓 看到了嗎 直接插爆 插爆椰子 直接插爆椰子 各位 這個東西 如果依照我們從未能計算的話 如果說今天師父是80公斤 突然馬上斷了 然後我就滑下去的時候 說產生的這個未能 如果今天用重量來換 換成一顆椰子 2公斤左右的椰子 這顆要放到13公尺高 掉下來 那直接就插爆啦 那剛剛才多高 師父從這邊放而已 大概2 這個才1米5 它就已經能夠產生這樣的 穿急的力道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它 這個東西真的是很可怕 好了嗎 不是屁股 不是屁股 是這顆啊 不是你的屁股嗎 不是這顆 拜託拜託 不是你的屁股是不是 我不喜歡爆橘拳 好不好 OK 我是這顆 我特地去買這個 提臀褲 這個是什麼 提臀褲啊 穿的屁股會很翹的啊 提臀褲啊 到底哪裡去買那個東西 網路上就有了 它裡面是什麼東西 這裡面 這裡面是沙子 所以你就是模擬真的屁股就對了 對 那今天我們如果就換成這個沙袋 用這個未能的計算方式來模擬看看 它這個要多高 掉下來會產生什麼結果 好我們透過一個簡單的計算 大概就知道 這個21公斤的這個沙袋 落下的位置大概就是要152公分 從這一片 起拉152公分在哪裡 在這裡 好這裡 師傅的鼻頭這個地方 所以待會師傅會把這個沙袋 舉到大概鼻頭這個位置 大概是你這輩子離屁股最近的時候 應該是吧 不好說不要講 不要講講太路了 失信 這時候再放下來 來看一下它的結果 OK 我們現在把它掀開來看看 看到了嗎 你的屁股已經爆開了 它超好 它真的超好生 我要把它出來囉 好 好 好 我們看一下傷口的部分 直接穿刺 好是直接穿刺 這個這麼韌耶 剛剛插到底這個深度有這麼深 已經幾乎這樣子這麼深過去了 想像一下各位 這深度有多高 11公分 11公分 好看我的屁股 11公分 看已經插到哪裡去了 基本上已經到大腿骨了 這已經大概三分之二個屁股 這個只剩下一個小片喔 如果你今天這一片更長 那真的可能不是開玩笑的 割到動脈 那真的就 抱歉了 好今天做了這樣子的一個節目 超可怕 對對對 當然還是再次跟農民說真的 抱歉 那我們是希望透過一些小小的小惡 喚醒大家去對這個 磁器的這個危害性的一個重視性 這真的不要開玩笑 師傅都看過了很多這樣的狀況 所以今天透過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們最後在這個影片的尾聲 我們做個總結給大家一個經驗 如果你們家的馬桶 或是臉盆已經產生裂痕了 真的不要再用了 一個馬桶一個磁器把它用得好好的 它可以陪你一二十年 對啊重點是它是長期使用 對對對 而且是 是啊是啊是啊 你這個萬一怎麼樣都不划算 坦白講 那個治療 這個只要一旦下去的費用 換馬桶都有找 所以我們真誠的建議 你在這個馬桶的品項上面 你一定要去注意 只要臉盆馬桶有裂痕等等 其實務必一定要趕快把它換掉 其次 如果說你家的馬桶 或是你去公共場合使用的時候 或是你是仲介 本身你要去戴看的時候 其實你要千萬要注意 你可以戴一個折凳 戴一個折疊的例子 很輕巧帶著走 但是 不要站在馬桶上 因為 有時候你們不一定能夠判斷 這個馬桶是安全還不安全 甚至在安全的情況底下 它一樣斷給你看 那如果家中有小朋友 有小朋友 如果他身高不夠高 麻煩你再買一個比較寬比較長的 一個墊子椅子 凳子 讓他站上去 不要讓他不夠高 手在那邊潰在上面 潰在臉盆上面 這個也會造成臉盆的下壓的一個效果 萬一它前傾掉下來 遺憾又發生 這個是大家都不樂見的 注意大家 對對對 除了品項 安全上面 你要去注意到 它是否有裂縫的以外 再來就是說 使用上你要正確使用 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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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明 海馬 海馬 海馬